新北市民男子日前發現自己的車車牌被人恶意拔走到派出所報案 警方上午在路上發現這個失誡車牌被人掛在車上開車上路 立刻鳴笛要求駕駛停下來受檢 沒想到駕駛艦一路橫衝直撞 想要躲避警察追捕甚至還在巷子裡倒車 想要把警察給撞開 幸好第一時間員警立刻用巡邏車擋住駕駛的去路 並且是控制現場 開車的是44歲狐姓男子 原來他會跑給警察追 是因為身上藏有海洛英和針頭當場被逮捕 不過他逃逸過程中造成路上車輛毀損 涉嫌妨害公務、竊盜和毒品統統被移送法辦 至於毒品來源以及他偷車牌是不是為了要販毒 還是有其他的犯罪行為警方都要持續追查